健康有方 健康有方 讓我們健康N2方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雅芳 歡迎再次收看健康有方 我們做人是不是希望是 內外兼美對不對 我們買東西 買東西也是人款對不對 可是最近有人買了夜黃布 我們大家說 表演 怎麼沒內在美 外在美好不好 不知道 我們國人很愛吃保健食品 我們還愛吃藥 到底這保健食品是吃我們說 吃新鮮的 還是有吃有保備 好 今天我們要比什麼 比什麼錢比較多對不對 歡迎第一 這裡面有一個愛心便當 聽說這裡面是貴爽爽 到底有沒有吃出健康呢 好 有請我們參加 首先歡迎我們劉布仁醫師 歡迎你 好 今天是黃水老師 今天是向璇老師 好 另外這一位 他說我要這樣介紹他 帥哥謝文恩老師 謝謝 歡迎老師 老師呢 銀行裡面存很多錢 但是他的健康存責 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人生呢 我們要十全十美 所以一定要看我們的電視 我們在一起十點 十點的時候 是我們台灣才播出 晚上的十點鐘 在我們三立才能播出 那麼甚至網路會線上直播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好 講到一杯保健食品 老師 我們台灣是不是 在全世界有拚 花很多錢 你看 這邊統計的話 是一年花一千億 買保健食品 之前一兩年 大概是1.5座 現在變成1.7座的101 大家 你這個是最近的資料 大概六年前的時候 我那查是說 大概一座101 那時候大概是 你那時候是一座對不對 我那時候1.5 那現在1.7 以後又可能分到兩座了 沒錯 因為造價大概就是 500多億嘛 對不對 對 太可怕了 一年耶 沒錯 對 所以我們台灣愛吃 所以全家大小吃的 真的是不是有毛病 另外我們看看 最近有人就買了葉黃素 根據食藥署抽驗 13件膠囊定狀的葉黃素 保健食品 結果你看 六件產品含量 葉黃素含量低於標示值 那麼13件裡面就有六件 這樣幾乎就有一半了嘛 對啊 沒錯 沒有合格對不對 對 還有其中有一家葉黃素 它含量禁只有標示的 0.3耶 這不到1%喔 對 這片很大 真的喜歡 騙很大 可是後來我有去看一看 這間好像是賣得比較像 沒錯 你說賣得比較像是比較快 但是你如果對成分標示不實 那就不問題 我今天我要買L size的衣服 結果你如果送過來 是S size 我可以穿 但是我告訴你有那麼像 沒錯 但是我怎麼騙 你沒辦法穿這樣 對不對 所以它要誠實標示的地方 沒錯 很重要 對 現在我們國人不是很愛吃這種 應該講3C產品 對不對 對 而且只要我們黃班部並列 是不可逆的 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 像我是眼科醫師同學 他們生意越來越好 我叫你也去秀眼科學分 我眼睛還好 老師是後來就學營養學的專家 我們眼科的同學來講 生意越來越好 不是說現在這個白膩增加 而且白膩年輕化特別增加 對啊 還有就是色網膜病變 我們一看到現在大家使用這個 3C產品特別多 我們一看到這個眼球 可以看到 我們眼球來講有這個色網膜 還有脈絡膜 這個色網膜就是我們大家知道的 色網膜神經病變 它這個地方它神經是連到腦部去 如果說你色網膜病變之後 我每天3C產品這樣進來 它2C進來 刺激色網膜 色網膜久的話 它會慢慢退化 所以現在他們講 以前大概也許 45歲 50歲 60歲 現在20歲 15歲 色網膜開始退化 都年輕化了 蠻可怕的 對 我們一講這脈絡膜是其他很多血管 如果脈絡膜這東西來講 不是OK的話 它影響也是跟心臟是有關係的 所以一個眼睛的疾病 可以看出來是可能 腦心退化的問題 或者是一個心臟的血管疾病的問題 都非常有關係 眼睛退化跟腦 跟我們的心 心血管都有關係 所以要吃葉黃素 是嗎 我們大概 不然怎麼這麼多人去買到 那種可能裡面成 就是標示沒有 內在沒有那麼美的 沒錯 既然婆婆媽媽主要吃葉黃素 對 每一個人來看我們 劉醫師我眼睛不好 是要吃葉黃素 事實上我們對眼睛保養 很多人癌食 但是劉醫師要請教一下 真的有保備嗎 葉黃素 葉黃素另外我們講一句話 我們現在出現一個醫生 要戴我們戴太陽眼鏡 為什麼戴太陽眼鏡 因為防止紫外線 或者我們這些光線對眼鏡 好 OK 現在問題來了 葉黃素叫做吃的太陽眼鏡 吃的太陽眼鏡 為什麼呢 如果你吃進去葉黃素之後 我一般來講 它會在我們四網膜這邊 它會形成一個保護層 它會阻擋我們這些藍光的進來 所以這非常重要 叫吃的太陽眼鏡 所以為什麼會非常的夯 但是我特別提醒大家 其實在眼科意思很清楚 葉黃素是其中一個營養素 我們還有很多跟眼睛的保養有關係的 譬如說葉黃素它有玉米黃質 類胡蘿蔔素 甚至魚油的 Omega 3的EPA DHA 這都非常非常重要 DHA可以直接經過我們這個 這個膜 跑到四網膜裡面 來保養保護它 EPA可以預防它的發炎 所以事實上你看也可以實在講 有時候你眼睛保健不好 如果說吃這個 玉米黃素或是葉黃素 其實魚油的EPA電血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也要再補充這種魚油 所以它對我們的眼睛 腦部甚至心血管都有幫助 都非常有幫助 我們看如果外面的保健是 比葉黃素品牌真的非常的多 教大家怎麼慎選之外 我們不如買一個內外美都看得到的 尤其黃素衛老師 我以為我們的食物裡面 其實也很多 葉黃素含量很豐富對不對 像花青素 DHA 葉黃素 玉米黃素 這個是菠菜是不是也很多 深綠色蔬菜 深綠色蔬菜 其實葉黃素跟玉米黃素 就是在深綠色蔬菜 跟黃色的蔬果裡面 你就可以吃得到 還有蛋黃 蛋黃 像玉米就是黃色的 芒果也是黃色對不對 柳橙 柑橙 柑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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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有 南瓜 對 地瓜 只要紅色 然後深綠色的蔬菜都有 而且這些東西 你也看到對不對 你知道它壞掉對不對 沒有錯 所以其實平常從日常飲食 食物裡面多多攝取 其實你可以吃得到 量夠嗎 因為我們有時候買保健品 保健食品的迷思就說 你不可能 比如說你要得到10毫克對不對 你可能要吃過10公斤 那你可能吃那個定進的濃縮就好 其實我們一般來講是說 給大家一個概念是 你吃保健品通常是針對 我已經缺乏了 已經不夠了 我都要來補了 時常才來補 對 如果平常我的日常生活飲食 其實我是吃的均衡 我沒有缺 其實不見得你一定要吃保健品 是這樣喔 對 但是我們都覺得到一定的年齡 好像都要補 其實我們的需要量也許會上升 對 但是有的時候不見得一定 因為我們會有一個概念變成說 我就完全依到保健品 然後剛剛說 食物吃什麼變成不要緊 就是有點本末導致了 因為現在現代人要吃到均衡的飲食 有一點困難 所以我們就希望會仰賴保健食品 因為為什麼它會有時候是熱銷那麼夯 可能也是因為基於現代人的飲食習慣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希望藉著節目 盡量把那種健康均衡的觀念給大家 大家都有一個正確的觀念 知道怎麼選食物 其實各就可以避免掉說 我可以不用依賴這麼多的保健品 有缺的話 有真正缺法 所以再來補充 對 要不然還是會比較建議從食物上面來 非常謝謝我們的黃老師 我們剛剛一開始就說 到底是要比誰口袋比較深 最深的應該是我們的謝文老師 勾票的操作一流的 但是我們的健康春多少 這就是他的愛心便當 裡面是貼心蜜 大家很期待 老師你自己拍照 雞腿便當 你這樣吃跟吃得對 對 老師請坐 請坐 來看你的愛心便當 你還有用那麼漂亮的花布嗎 真的 而且外面Stayless的 在臨時 沒有 這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因為裝不下去 裝不下去 對 裝不下去 裝不下去 天啊 你這裡面有什麼 裡面的話有包括B群礦物質 然後C 你的保健餐裡面有什麼 有鈣 對 每天吃一顆鈣 然後還有Q10 然後還有顧關節的一顆 然後維他命C兩顆 然後我吃比較多是吃葡萄籽 因為本身的話 怎麼樣 抽菸 葡萄籽跟抽菸 然後待會兒家老師趕快 五星到年末 還有抗氧化 對 抗氧化就好 對 然後還有吃B群兩顆 然後再吃寬物質兩顆 這樣加起來總共幾顆 這樣加起來數不清 我都是一把把它吞下去的 十三顆 對 十三顆 還好吧 好 老師 你怎麼知道吃這個 你是朋友給你介紹的 是怎樣 朋友介紹的 你想你錢最多都買來買去 沒有 這只是我存在裡面 一小部分而已 我請教一下 你為什麼要吃鈣 吃鈣的話 因為聽朋友講說幫助吸收 吸收什麼 吸收其他維他命 是嗎 有這個道理嗎 相反 你要鈣吸收是要維他命C 維他命C幫助鈣吸收 而不是鈣幫助維他命C 而不是鈣協助其他維他命吸收 對 因為我感覺你很年輕 我想問你現在要吃鈣 那五年級生 五年級的後段班的 你還不至於骨鬆吧 對啊 還是擔心的 先保養 沒有 抽菸的話 是不是會流失對不對 你知道 剛剛 我們剛剛竟然就知道 大家都叫文革文革對不對 是 文革文革 開玩笑我叫文弟弟 因為他比我小了很多 事實上文革你怎麼說 有點問題 剛剛講的東西抽菸 其實抽菸來講 我們很多癮菌子對不對 抽化得肺癌對不對 其實全世界在芬蘭 有個很大型研究 在2007年 那個時候 研究說 Beta胡蘿蔔素聽過 Beta胡蘿蔔素是一種抗氧化劑 他們講說我Beta胡蘿素 可以清除自由基 是可以降低肺癌的 他讓這些癮菌子去抽菸 但是我讓你補充Beta胡蘿蔔素 結果發現 他最後的單方補充Beta胡蘿素 他的肺癌機會反而增加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有些營養素來講 光單方補充是有點問題的 我們講濃縮濃縮 單方是有問題的 所以有時候會有負方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在一個疾病的行程 看病是說有人情社會 其實很多原因 吃粉 炒菜 油煙 我們PM2.5都可能不安好 但是我就很好奇 你剛剛講 你吃這麼多對不對 是你的朋友給你推薦 你的朋友有沒有像我們老師 這麼厲害懂的營養方面 也有一般的職業是直銷社會 這個基本上是直銷 不過它是在美國掛牌的 因為他是分析師 他去買的時候都在做分析 可能是國來還是國外 都大牌子對不對 但是他沒有吃葉黃素 他其實也要吃葉黃素才對 你每天看螢幕 你怎麼去沒有吃葉黃素 因為我給大家報告一下 像我爸爸他本身 我的維他命這裡面 是有葉黃素的 我給我爸爸吃 因為講坦白這費用還滿高的 不是 所以你維他命裡面有結葉黃素 我沒有吃 你孝順爸爸像爸爸吃就對了 你沒吃 我沒吃 因為我覺得後面開桌就好 像我中人這樣 對 對 一開桌白內臟 有的是不能開桌 不可以開桌 對 是我們 那邊邊是 你黃班部也不可逆 對 不可逆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我還在增加一筆費用 所以這樣 我們身體不知道要有得到 要不得到 這樣錢要花多少 一個月算了 一個月 蕭老師你給他看一看 這樣大概多少錢 我覺得超過五千 超過五千 因為都是很貴的 對啊 他都買一些牌子 可能有一些牌子比較好的 但你會不會花一萬塊 對啊 大腿你看喔 你給我牌子這麼大錢 但我講坦白了 我去檢查 身體檢查 其實都沒什麼問題 很多人說 你知道我應該有脂肪肝 或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 你吃這些保健食品有效就對了 我覺得還是有效 假日沒一次 為了省鹼 下午三 四點吃 沒有 我覺得你應該有 刮包有 一定有脂肪肝 應該有 你看到 看你牌子就知道 比較有班 對 醫生跟你刮包前 你肯定有脂肪肝 我們現在的肥胖 最主要是牌子大股 對 對 胖頭大股是脂肪肝 脂肪肝 脂肪肝來說 它是慢性花炎 即使說你的肝脂肢 GPT還正常 可是它慢性花炎 所以要注意一下 我們來看他 老師一看都知道 對 可能他們計舊 超過五千 我是算一班 好 老師跟我們說多少 一多位 一多位 七千塊 這樣算很高 好野人 多少人可以吃到七千塊的補品 對不對 七千塊 來買新鮮的蔬菜水果 對 一個兩個家庭的 一開箱都有 老師 我跟妳報告一下 因為新鮮的蔬菜水果 講起來本來是怕有農藥 洗乾淨就好了 洗乾淨 這不是理由 所以文革她的意思說 我既然都是上班族 我沒有時間 代表很多人是這樣子 我就靠這個來保健 可是我提醒 保健還是有方法 我建第一個 我們婆婆媽媽 妳買東西的時候 我再說一句話 妳要跟營養師做好朋友 營養師跟妳說 什麼東西 食物裡面有 如果說沒辦法 還有補充 技量多少 我們今天講葉黃素來講 到底要多少毫克 那我們研究是 1毫克到100毫克都算安全 可是很多研科 文獻大概是6毫克就夠 對 那有些他們如果嚴重 他會僅僅用到20到25毫克 所以基本上 妳可以請到專家 第二個來講 妳有什麼疾病 一杯妳如果說有什麼杯 對不對 營養師還是醫師 專門做這類的東西 她去解釋 還有現在我們比較進步 是一種量身定做事 就是說妳到底缺什麼 我們幫妳驗完再開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常碰到很多問題 就是吃太多保健食品 不該吃的吃一大堆 對 妳該攝取的沒有攝取到 這最大的問題 真的 我感覺現在的問題 妳應該先了解 妳到底缺乏什麼 妳再去找那個補充品就好 而不是人家說 妳這個好這個好 那個好不見得妳需要它 只好到手 不一定適合自己的 但是雅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我幾年前要做節目的時候 我看到誰說好 我就買這個 你看買到一個瓶瓶罐罐 這只是三分之二 好還有一切 這重點是它都過期 但是我不敢擔 因為有的買到真的很貴 我說我今天找的是說 老師 很多來 這沒開封的 過期的是不是還可以吃 其中我會補什麼 你知道嗎 Q10對不對 寶甘的 益生菌 還有什麼 我自己都忘記 因為太多了 還有一種 就是喝下去 馬上身體會熱起來的 這也是因為好朋友 吃好跟我說一定有好 但是大家看看我 跟以前的雅芳 那些說我越來越漂亮越年輕 難道都是歸跟我這些保健食品嗎 等一下告訴大家 我小姐 給我相信 高規身心的精神障礙證明 讓我買得到 三立台灣大甘美人生 愛健康的人 都喜歡不添加 原味最好 無香料 無焦糖色素 無油脂 無膽固醇 這瓶雞精 堅持遠之原味 純營養 純雞精 純健康的活力 她是桂格 原汁原味基金 來自桂格 對健康的重視 桂格原汁原味基金 無添加 更安心 這種滑嫩感 就像泡溫泉 你體驗過嗎 六類目入全新升級 全新和風美人湯配方 讓細節不舒遭 連手皺都好滑嫩喔 我的晶能機 肌膚的美好定格 VIOLE晶能母乳酪系列 VIOLE 阿里 今年 我決定不燃不燃 我阿里的NEO 緊密貼膚技術 防水抗旱 持久不易脫落 超級防曬力 就是不曬黑 雞蛋花香限量上市 阿里 你也想擁有波舒順的軍衣法嗎 易軒秀從髮根到髮尾 隨性播喔 柔畫書 自然勝 一次完美波舒順 就是軍衣法 易軒秀相互系列 打美樂一個披薩帶著走 小披薩199 再加碼大披薩需要299 打美樂412我餓我餓 全新珍珠章魚燒 美味喔 我們台灣人的電視台 29頻道 三立台灣台 我們需要更多野蠻人 打開後 野豬騎士來喲 快點滾 部落衝突 揪團開戰 你也想擁有波舒順的軍衣法嗎 易軒秀從髮根到髮尾 隨性播 柔畫書 自然勝 一次完美波舒順 就是軍衣法 易軒秀相互系列 紅色的眼睛 紅色的心 紅色的心 紅色的天 紅色的天 我們離開 有陽色的天 我女兒可以看到 那我女兒可以看到 你們都久沒一起看電影了 找回屬於你們的電影時光 MOD隨選電影 讓幸福隨心所應 為了你 一直走在最前面 強檔芯片 願現直送 還有包月 新生辦只要177元 生活中難免留下疤痕 追求美麗時的意外 寶貝誕生時喜悅的痕跡 抗疤又及時 非易德專業抗疤凝膠 快乾不油膩 美國研發配方 實驗證明非易德 含創新CX5抗疤配方 能有效軟化 撫平 淡化疤痕 自盡美肌 不留痕跡 對抗疤痕 要及時 傷性非易德 讓美麗 失而復得 好 健康有方 今天我們要幫大家找一個 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需要保健食品 是有CP值最高的 我剛才問說 有少年以後 沒人吃保健食品有沒有 有嗎 有 也是有 還是有 對啊 但是有人就真的是 這個也買那個也買 廣告時間 沒有塞在我們的腳本裡面 他就自己去包包裡面掏出來 問說 劉醫師 拜託 這頭 真的要用的 廟 廟會放得比較順嗎 可是你看 就像說我之前聽這個 好 我就會去買一些 然後有時候還有一些人情壓力 對不對 加一下會員 你就直接買了 好 這是我在做節目之前的時候 我真的花了很多錢在這個地方 但是後來慢慢慢慢也學聰明了 現在這個部分是 雅芳現在可能會稍微保健 第一個 綜合維他命 然後因為缺鐵 所以會去補充鐵劑 鐵劑裡面可能也會有B群的 裡面有加B群的 早晶飾物 就是補一下這個生子的 另外還有 今天太多了 我都不怕 綜合維他命 這是我最近買的 因為覺得胃不太舒服 可以幫助消化 等一下我不知道 吃得好嗎 這是我的 我如果舉個例子 我以前可能花了好幾千塊 但是現在大概已經降到一半以下 好 我們趕快來破解一些迷思 吃這麼多 怎麼補才有效 保健食品不必天天吃 只要有吃就一定有效 像吳溫老師說 他要省錢六日不吃 他平常吃這麼多好不好 劉醫師 其實我們保健食品 有些東西是每天吃 還會有一個效果 有些東西不見得每天要吃 譬如說我們講 剛剛講魚油來講 魚油來講 我們一定要沾著脂肪酸 它是有抗發的效果 對 事實上每天攝取一定的深海魚油 對身體健康是有好處的 譬如說我們講益生菌 我也建議每天要吃點益生菌 是喔 因為我們常常講一句話 人要抗衰老 腸道先不老 所以腸子裡邊淋巴線 佔了70%以上 所以很重要 就是說你如果一天吃益生菌 吃點魚油 那是基本的保健 再來舉個 我們是一定要每天吃B群 那也不見得 你禮拜一到禮拜五 公司很忙 從早做到晚 也許補充B群 我懂 你禮拜禮禮在那裡睡 看得到這樣 那需要補充B群 不用 所以不見得是一定要每天要吃 要看狀況 好 好 那所有保健品只要放在冰箱 就特董了嗎 蘇維老師 是嗎 當然是錯 不是所有的保健品都往冰箱 我發覺大家都有那個概念 都平衡那個倉庫 保險箱 對 其實不是 所有的 我一定要提醒大家 你真的要吃保健品 一定要看它的標示 是喔 對 它一定會告訴你 它最適合的儲存方式 比如說有些益生菌 它是可以做到的是 室溫儲藏就好 但是有一些是要冷藏 因為它們製成的過程 是不一樣的 所以一樣同樣是益生菌 你會看到它告訴你 儲存的方式是不同的 所以不是什麼東西 都放冰箱 特別像有些綜合維他命 維他命C 維他命C 鈣片 根本都不用放冰箱 只要放到陰暗處 不要太濕熱 然後不要照陽光直射的地方 就可以了 對 所以一定請大家要注意 購買保健食品 看東西要不要開封吃就好 一定要說明書看 裡面有那種棉花 對不對 或者是一些填充劑的 你要先拿出來對不對 對 一定要拿出來 拆之後就拿出來 拿出來了 不要再放回去 不用了 對 因為有些事大人說 它放在這裡不會有空氣進去 這樣不對 不對 然後還有一個 它原本為什麼會用中平光 中平妝 其實就是因為它怕光線透過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阿公阿嬤 買回來之後它開始分妝 對 它會分到小藥盒裡面 小藥盒裡面 但是那個東西的話 你就會有陽光直射的問題 對 所以你不能分妝很多 比如說我就分妝了一天兩天 都還OK 你如果整個月都要包包起來 這樣不行 另外就是說 只要是液態的 就是液態的劑型的話 它吸收率是最快 液態是不是真的比較好消化 會不會 不一定 其實液態來講 我們講有些東西 液態確實比較好消 譬如說我們講鈣 有些離子鈣 它做液態的 可是譬如我們講 有些像益生菌 益生菌我們做液態 像有優惑乳乳來講 OK 它的菌數會比較少 有時候我們譬如說 它這個粉劑或膠囊 因為它 它這個濃度會比較高 我們簡單說 你這個東西 你做成大塊的時候 你東西放一些加水 加水一定稀釋 對 所以它是這樣 你喝了一杯 可能一罐要喝一個禮拜 可是你每天只能吃一點 一點量 所以有的時候要考慮 它本身的濃度 你如果沒有了解 真的跟營養素討論看看 所以說不可以說疫情 還有液態形式有個問題 液態形式的保健食品 很容易加防腐劑 它沒有加防腐劑 它沒有加防腐劑 它沒辦法保存 你如果說買一個東西 譬如說液態 例如介紹一下 酵素來講 它開始放一年兩年 你覺得裡面一定有防腐劑 要不然它怎麼可能 放超過兩年的保健食品 但是裡面如果說酵素的話 像我這一瓶 我就捨不得丟 但我沒有開封過 那它裡面 就是水果的酵素 不是有糖就不會壞了嗎 來 我跟你講 糖是一個保存一個食品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糖跟鹽 但是說它很多東西 保健食品它不會加那麼多糖 它就靠一些防腐劑 還是要加 但它可以預防它的壞掉 但是你如果說放久了的時候 我一天有時候 一星期吃一罐 那也沒關係 一點防腐劑 但是每天吃 防腐劑累積久了 對肝就是有負擔 所以要注意一些液態型態的 這些保健食品要注意一下 好 單方保健品 一定會比富方更精純嗎 單方可能濃度比較好吧 不會 不一定 每一種超級 所以才真的要學著看 它每一個 你購買的保健品裡面 它單一個劑量 給你的濃度是多少 對 就像你 如果你買到很多 綜合維他命完好了 其實我會提醒大家 你買綜合維他命 你要去看 它B群總共給你幾種 然後子溶性維生素給你幾種 然後有時候 它會複合礦物質 維良元素 你要去看 它複合給你幾種之後 它的建議量是多少 其實它現在有很多標示 後面都有 就會佔你百分之多少RDA 就是每日建議量 它提供給你佔你百分之多少 你可以去看 如果它給你佔你每日的建議量 都只有10% 20% 其實那個種類很多 但是濃度是比較低的 對 所以其實不一定 我的意思是說 就算你買單方的 但買維他命C來講好了 你可能買到200的 又買到400 也可以買到800 對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 你要去看 你買的種類它的含量 供應給你是多少 對 可是我有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向老師或者是文老師 有沒有跟我一樣的迷思 還是說我們觀眾朋友有這個問題 你怎麼都吞下去 會不會互相相剋 會 你那個一次13顆對不對 一次吃 對啊 我也想說 有時候想說 我不可能這個時間 既吃這個對不對 既起來要吃這個 等一下兩小時又去吃 我們真的沒那麼多時間 鬼都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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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可以嗎 有很多保健品 真的彼此會相剋 所以我們最常舉例 就是魚油跟鈣片 深海魚油我們是夠心臟的 然後鈣片是夠骨頭的 所以很多阿公阿嬤 會一早就是 這兩個東西擺在一起吃 可是魚油跟鈣 混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造化反應 也就是它會形成 像肥皂一樣的化學反應 所以它會沉澱下來 當沉澱下來的話 就是魚油跟鈣 都沒辦法吸收 就形容你吃了就是白吃了 了解 然後鈣片跟鐵劑 也不能擺在一起吃 因為鈣跟鐵 在我們腸道吸收的位置 是一樣 所以你現在這兩個東西 只能競爭一個東西 你看你要吸收哪一個 也就是你會 勢必會犧牲另外一個 所以鈣片跟鐵劑 也必須拆開來不同的餐子吃 所以你不能一口氣十三種 這會這樣 沒有一顆就是說 全部都包 然後不會相剋的嗎 比較難 應該這麼說 其實我過頭來就是 你要考慮你到底需要什麼 對啦 原則還是說 你一定要吞到十三顆嗎 不過呢 我們再來看看 最近 現在我們有去統計一下 就是明列前茅的薑黃 去沉澱越來越多 就是美薑黃粉 那薑黃真的這麼好嗎 所以老師跟我們講一下 等一下我們的孝老師 他怎麼會髒髒 其實他也有一個祕訣 他說他就喝薑黃 可是薑黃要怎麼喝 等一下要告訴我們 薑黃真的有這麼多好處 真的你如果去 你那很多攤 我們很多媽媽去逛傳統市場 一大比貴一大 因為說這些是有接 這些是怎麼樣 很多 就看不到什麼 薑黃事實上 因為真的不是只有我們國內行 全世界很多的科學家都做 好像從印度的那些咖哩 這樣慢慢衍生過來是不是 阿育費頭 阿育費頭 那邊過來 很多的研究報告 陸陸續續都一直出來 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其實我們台灣也有很多個機關要做 應該說這幾天 我和我們的企劃 他在寫腳本的時候 我就問說 他這個真的有做到人體實驗嗎 有 因為一般保健食品 最多只做到動物實驗 應該要仇佛這個人體實驗 就是有 真的喔 對 而且非常非常的面向 對 所以不是只有我們台灣 那老師 既然做到人體實驗 那他這個寫的好處真的 就是有囉 對 是的 所以教老師 妳是薑黃吃多久了 應該有15年了 天啊 15年 所以其實薑黃大概 目前就是研究為止 整個全世界有關薑黃研究 大概有7000多篇 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 它總結大概有7個好處 抗老化 最主要是 因為它可以清除自由基 所以它可以清除自由基 細胞都受到保護 這個現代人很重要 對不對 保肝也好 燙發炎 動不動就發炎 沒有錯 所以一般來講 薑黃也有夠肝的功能 是 是喔 夠肝 對 啟動肝臟的解毒效果系統 老師 這就可以 抵你那個一半而已 不知道 好像是 所以你真的沒聽 你真的不知道薑黃 我不知道 老薑你知道嗎 嫩薑你知道嗎 薑我也有做 我什麼都有種 我什麼都有種 咖哩知道嗎 咖哩 因為咖哩是複合式的一個香料 所以它是中間的一個材料 裡面有薑黃 對 所以老師 薑黃這麼多的好處 但是這個薑就不是我們 平常料理的薑 不一樣 可是好像種類很多 秋薑 紫薑 紅薑 對 一般來講台灣目前種植的大部分是屬於秋薑 秋薑是不是 對 秋薑裡面的薑黃素的濃度 事實上是最好的 比較高 謝謝我們淑薇老師 我還不知道說我們今天現場 既然有人他喝了15年的薑黃 夏老師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當時怎麼會知道要吃這個東西 我當時還在美國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很流行吃薑黃 特別有一個醫師 然後他就是很推薦 一定要喝薑黃 然後那時候我就發現 工作量很大 然後你會需要記憶力很好 然後又要護肝 老師的時候是做什麼工作 就是自己在開公司 保全防盜系統 OK OK 然後那就壓力也很大 所以就變說就開始吃 然後就發現真的幫助很大 而且他對肝真的有很大的保護 所以可以消除疲勞 你自己的感覺就對了 對 而且就會發現說 因為肝如果好的話 視力也會很好 像我到現在還沒有老化 視力好的話就會好 心血管問題也會少 對 也會好 就是剛剛劉醫師講的 對 是喔 而且我發現薑黃很重要的是 他對女生的保養 特別是婦科的保養也很好 因為薑 因為它溫熱 本身就有暖胃的效果對不對 對 像我平常是薑 就一般我們料理的老薑 老薑的薑粉 對 通常我會用一匙薑粉 然後我會搭配兩匙的薑黃粉 最好是用的是秋薑就對了 是不是 對 因為實際上你看 這個有點偏向橘黃色 對 實際上已經 它的等級也好到 像所謂的紅薑黃 紅薑是最好的對不對 對 對 有時候還有它土質也有關係 對 種的那個土質 礦物質的含量也有差 對 那這個呢實際上是我們南投的 台灣產的品質非常好 而且又是有機栽質的 那像這樣子我們把薑黃粉 跟薑粉放下去之後呢 我們就只要再放 溫水 對 蜂蜜 然後蜂蜜的量就是看個人喜歡的濃淡 那主要是說它帶有一點甜味就對了 是不是 還有就是因為蜂蜜搭配上薑黃的時候 它也可以讓身體更好吸收 因為蜂蜜裡面有很多它的礦物質 跟微量元素 對 你會覺得這樣搭是比較完美就對了 好喝 對 它除了好喝 實際上在剛剛我們醫師也提到就是說 是這樣夠嗎 再一瓢 就是印度他們叫印度純金的薑黃 他們也特別發展像這樣的茶 然後不僅是你平常 就是工作壓力大 或者是說連要準備懷孕 都是可以喝這樣子的茶的 就是把身體 就當茶飲就對了 對 就是把身體調到一個最 那用溫水就好了嗎 還是 因為好像蜂蜜不能夠用太熱的 就是溫水 用溫的就好了 差不多40度左右 那一天要喝多少 我通常都是早上早餐吃完以後 就是9點到11點之間喝 那像我有一一點點那個 胃食道逆流 那可以喝這個嗎 一般來講為什麼逆流要注意一下 對 有些人老胃是可以 可是你的那個 我們的胃食道那個門 如果肌肉是變得太鬆的話 對 還是會跑上去 要特別注意一下 所以就是要 我的建議是飯水分離 就不要一邊吃飯一邊喝 乾濕分離 乾濕分離就對了 對 所以我就是吃完早餐以後 就是當早茶喝 OK 這比較不建議空腹喝 我比較不建議 因為薑黃在這幾年 好像也有把它研發成是定劑的 是 之前其實有朋友送 我就像是他也是隨身包 是定劑的 但是他有提醒他說 因為定劑的話 他的就是濃度會比較高 濃度比較高 對 沒錯 可是你吃的時候 因為要喝大量的水 因為他還是 如果是比較濃 他會比較燥一點點 對 所以不是薑黃都黑白吃 對 你要保肝或保護我們的身體的話 你還要聰明選 聰明喝 要乾杯 喝看 滿好喝 很好喝 我覺得口感不錯 而且喝下去就感覺是 你就是軟活起來 灰香香的 真的喔 我想蔡霄老師到底幾歲 喝15年 對 老師你真的好厲害 你喝15年喔 對 那就每天就會喝這樣一杯 我每天早上大概 因為實際上9點到11點 又剛好走到皮筋 喝點蜜 對身體其實是滿好的 謝謝我們 向老師跟我們分享 他15年來美麗的秘訣 不過現在真的 你去市場一逛 或是有一些店 其實都有薑黃 好 這是我們現在名列前茅的 保健食品 還有呢 剛才醫生說 只要人不老 人不老 但是腸道一定要 人要抗水 腸道先不老 對 那腸道裡面的菌呢 你有沒有把它養得好呢 怎麼養 我們等一下告訴你喔